曲名字幕提供 感恩天地、可爱因导师 导师好 还有各位FB 选直播的朋友 还有各位现场海洋抄马家 大家晚上好 好 真的很感动 我們今天是怎麼節呢 我們今天是元宵節 聽說這個鹽水都大塞車啦 那我們的慧珍有沒有 被卡在裡面沒辦法出來 所以我今天也沒來參加 我覺得我們人來這邊的學員都非常的有心 而且是非常的精進 在這個元宵節的時刻 大家一起在這邊共振 那有沒有發現這個元宵節 我們在這邊的準備也是非常的豐盛 大家都有發現我們這個桌上每一個都有一個枣質有沒有 這個也是我們這個超馬家人 他們家在種枣質 然後也是送給大家這樣 那一點一顆啦 然後這個也有遠從拉斯文加斯帶回來的巧克力這樣 這個也是導師加持過的 那那個我是覺得很好吃 因為我剛才都吃了三十塊的 大家可以享用一下 這個真的很棒 因為我們每天的生活 就是要這麼的喜樂豐盛 就是要這麼的富足快樂 那每天都超馬家人來講 就是一個太平年 只要我們能夠如法實修 只要我們能夠精進 那這個每一個分分秒秒之間 都是非常的豐盛富足 都是非常的太平 那所以這個就是 就是觀看大家自己的心 要不能夠打開呢 能不能夠精進這樣 其實精進也是沒有這麼困難 因為我們是每一天 比每一天 就是一天比一天進步 這樣就是精進了 那今天的我有沒有比昨天我更進步 那明天我是不是可以比今天我更進步 那你每一天進步有沒有 其實你的人生就是 從現在開始就是會浮咬之上 那我們今天也有一些新朋友 來幫我們一起加入共振 那我們也歡迎這些新朋友 一起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然後我現在是一個 這邊是一個小新朋友來 來 大家好我是黃雅惠 那是優雅梁 最會的會 名字有點太奇啊 就是還蠻多有教雅惠的 那很高興認識大家 謝謝 謝謝 恭喜 那你是那個誰叫佩儀介紹的 同事嗎 好 好棒喔 好 我是李鑫 是佩儀的爸爸 好棒喔 爸爸書有看了嗎 有看了 好 這個 這個我們的書都很好 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來我們這邊 共振有沒有參加這個基因會 其實我們就會送給你一本 超級生命命 好 好 那你只要參加過三次養的 我們就會送你這本超級因果命 還有這個原來復有很簡單 因為我們今天給小孩導讀一下 原來復有很簡單 就讓我們這個能夠達到全方位的復有這樣 那還有沒有一個新的家人 等一下跟我們自我介紹的還有沒有 沒有 還有嗎 好 OK OK 好 那現在 好 那這個 我們都是因為超級生命密碼這一本書而結緣 那真的是 如果你來這邊參與這個基因會有沒有 我們都很感謝能夠介意我們來的人這樣 那也能夠感到有這樣的福報 能夠加入我們這個超級生命密碼系統 好 那我們今天你說 什麼 謝謝 好 那我們有一個家已經來這邊滿三次了 是 換孕 你換孕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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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講得很簡單 非常簡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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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後就含恨的中 有沒有這種人呢? 也有這種人喔 所以不見得你越努力就會越成功喔 所以到底要怎麼做才是會 能夠讓我們這個繁蜂順呢? 能夠這個到最後會順順利利呢? 那 你就是要問對方法 那你才有機會能夠讓自己越成功這樣 那要問對什麼方法呢? 那在我們這個抄馬系統裡面 我們在這個16章有9個方法 能夠對我們人生的每一項主題去對正下腰症 那我們的人生各方面的主題的發展 都能夠越來越順利了 那所以這本書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如果你還沒看過這本書 你今天剛來的 那我一定要好好建議你這個 趕快把這本書翻一翻看一看 趕快應用書中的方法 來讓我們人生越來越順利這樣 那這本書呢 總共16章 還有9個心法 那我們之前 比較強調就是在這個 步驟123 這3個方法這樣 那步驟1就是 我們唱我家發願 那步驟2就是愛感恩 那步驟3就是我們的 接受太陽能量這個心法這樣 那步驟1在這個第6章 步驟2在第4章 那步驟3在第7章 第6章第4章第7章 但是你要先把這本書看完才可以做心法 你如果沒有看完 你去做心法有沒有 可能做了沒有 反而會沒有效果 可能還有副作用 所以這個 我們一定要先把這本書 按照次序把它看完 那這本超級生命密碼 是在講哪兩個密碼 愛與感恩 這個我這樣講大家都很清楚 那就是我們要去 去運用我們這個愛與感恩 這兩個密碼 讓我們能夠 事事順利這樣 所以 這是一個練習 那這個練習會不會很困難呢 也不會很困難 那只要你 每天能夠 這個按照我們 所講的方法來做練習 那你慢慢就會 有所體會 那最怕就是你心門沒開 你也不敢去練習這樣 所以這個 所有的相關的資訊 我們這邊再提一下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手機的APP 都有我們這個超馬系統的 相關的資訊 那這個APP就是我們的 超級生命密碼夢想舞台 所以如果今天新來的家人有沒有 你可以先把你的手機這邊先 看你是Android系統 還是這個APP系統 你就先讓它去抓 把這個APP把它抓下來這樣 那你能夠就是在 在你的那個 以後要用我們超馬的一些資訊 或是你要學習的很方便這樣 那各位在你的這個桌上 你有看到我們這個太陽書 先尺有沒有 有這個這個 這個也有 這個可以拿來當作尺 然後它這邊也有這個好 各位大家聽有沒有 超級生命密碼夢想舞台 今年發大財 有沒有 有看到嗎 這個也是我們這個 在超馬系統裡面 這就是我們 只有今年剛發行的 那也是希望我們透過這個 太陽書籤有沒有 然後夾在我們這個療癒權力裡面 然後我們都會夾在第二四頁 那夾這個就是 以後你去跟人家介紹有沒有 那你就翻開我們這個第二四頁 就可以跟他講說 我們其實已經不用在大年初一去搶頭箱了 我們現在是應該是要天天搶頭箱 天天好運跟著來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夾在第二四頁 療癒權力 各位可能現在桌上沒有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 這是我們這個療癒權力 也有 那這個超級生命密碼 這個夢想舞台 這個QR Code 你可以刷 你就可以連結到我們的那個APP系統這樣 這邊也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就這一個 而且這個 這給你們這樣 所以這個大家就很清楚了 因為 我們現在是網路科技時代 所以很多的一些科技 我們都要運用這樣 這些也都很簡單 你只要你這個 稍微運用一下有沒有 其實 就是你很多資訊你破手可的 那你在學習上就很方便這樣 那你的進步就會很快這樣 好 那我們因為今天是想要來導讀這個 原來富有很簡單 那我們很快再看一下 我們超級生命密碼這一本書的第三頁 我們再練一下 讓大家再回覆一下 為什麼要用這本書 那個超級生命密碼的第三頁 你必須擁有並貫通這本書 好 來 我來念一下 如果你想今生擁有一片豐富成就 全家人身體健康平安 不再被病所苦 事業工作均能順利得益 財務自由萬事俱足 生活富有 心想事成 婚姻愛情隨時甜蜜 貴人顯現難題有解 不再被任何煩惱折騰 遠離想你的各種毒害 更多任何瓶頸或困窮 自由享受天地之愛 家庭幸福而你成氣 居住環境四周 平安吉祥 一力友善社會和諧 世界無災天下太平 你必須擁有並貫通這本書 以上所列的是我們在人生各方面都希望能夠圓滿的主題 有誰不希望我們工作能夠順順利利的 應該沒有 有誰不希望我們每一個都有錢的 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夠 越來越富足 越來越有錢這樣 那有誰不希望我們這個家庭婚姻愛情都很甜蜜這樣 那隨時都會貴人顯現 幫我們去解決一些難題這樣 那這一些呢 就是要讓我們 就是能夠 擁有以上的這些主題都讓它圓滿 所以我們才要來好好的研讀這本書 那今天我們是看到必須加油 那我們因為想說很久都沒有來研讀原來復原很簡單這本書 所以我們今天來研讀這本好不好 沒有帶 沒有帶 那可能本旁邊看一下 如果沒有我們那邊有書可以 你先借一下沒關係 可以先借一下 如果誰沒有嗎 可以先借一下 先借一下 先借一下 這個太久沒讀了 大家都忘記帶來了 那個讀一下 我們要來長讀這本書 因為我們跟我們超級深密碼這本書能夠相輔相成這樣 那這本書在2017年的這個大概三四月的時候導師出版了 那時候也是因為希望每一個家人都能夠富有 所以導師又出來出了這本書 原來富有 所以很簡單這本書 他要跟我們講說其實人生要達到全方位的富有 不是那麼困難 只要你能夠接通天地的源頭 就是我們要如法實修就可以接通天地的源頭 好 好 好 那在 那個 大家都 有書人嗎 不達到書人 都可以了 好 那我們來 我們今天應該是要導入到第四十六頁 兩人同心 召喚幸福密集 這樣 這是六頁 好 那這樣好了 我們來請這個 建章跟梅君 一個人唸詩一個唸圖這樣 那幫我們唸到五十三頁這裡 召喚幸福第一詩這邊 我們把這邊唸一下 讓大家知道說這個 怎麼樣能夠召喚幸福這樣 少年 一個人唸詩一個人唸圖 他麥克風給你 每個人一人詩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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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嗎 好 可以啊 這個 怎麼樣召喚幸福 還看 Way 上回我教你化解情緒壓力的五個步驟 您有沒有落實在日常生活中呢 當然有呀 經過我新生實驗 導致這些方法確實讓我的情緒穩定不少 也溫柔了許多 是 很好 繼續落實你會有更大的轉變 很多人都希望生活幸福 根據查取生命密碼系統所教 如果想得到幸福 你會怎麼做呢 除 導師提過 世上一切和能量有關 與負能量和解 應該是獲取幸福的重要關鍵吧 是的 唯有和負能量達到公式 才有獲得幸福的可能 除 導師 唯有一個朋友 1970年生 在外商公司上班 年薪職位都很高 事業和人生達到高峰後 有一天在上海參加例行性的亞太區會議 突然倒下 緊急送醫的時間又剛好是下班的 交通監控時段十分堵塞 第3個小時才送達醫院 之後包機回臺治療 目前的婚禮指數仍然是4 我真的很震驚 他的公司非常重視員工健康 每年提供4萬元人民幣讓他做健康檢查 他的健康健檢報告書據一向都很正常 他是一個很虔誠的佛教徒 自我要求很高 在人處事上 僅嚴盛行 生活也都很規律 才46歲而已 竟然說倒就倒 是 負能量的討報非常迅速 常常讓人措手不及防護聖防 是 這次我真的是體悟到 到底是明天先到還是無常先到 是 但是不要以為定期做健康檢查 每天一早起來做運動 身體健康就能萬無醫師 只要負能量的問題沒有解決 時間到了 該要討報時 不是誰說了算 就是這麼突然 人的醫生大約有只有900個月 這已經算是最多了 你把過去的月份塗掉 看看自己未來的人生還剩下多少歲月 還可以做多少事真的不多了 當你能夠認真看待自己的生命時 才有可能將幸福攬布在自己的手裡 主 那我們到底該如何治保呢 是 要知悟啊 服務就悟了自己 永遠要記住 幸福不是別人給你的 即便天地要是福給你 若你自己總在負面下 那就必定不會幸福 這些觀念不是懸虛及口號 是你要不要接受這樣的觀念 今天能夠接觸超級生命密碼 自然有其因緣 要用心研讀書中的諸多重點 若是書中所交 然後時時祝福自己 一步一腳印 踏實精進 幸福並能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主 所以自身的邏輯觀念能解決一個人幸福與否 是嗎 是的 負能量絕對不是口號 是每一個人必須要認真面對的課題 主 可是每當我和朋友聊到我們的系統時 有些朋友都很不以為然 是 的確 有些人就學和就業都非常順利 從來不生命 生活也一環風順 已告訴他即將有大災難 請他修改習氣提升靈運 他反倒認為你出他眉頭 更不以為然 等往往要見到雪崩之災才會學乖 主 這就是不見棺材和掉淚 是 是啊 負能量雖然可怕 但我們的心更可怕 自己的心如果沒有收好 等到負能量來時 那才是真的可憐 主 負能量的影響力為什麼這麼大 是正常人 是處於身心靈合一的動態 但是 當負能量早上你時 他特別喜歡把你包圍起來 你和他因緣有多深 就包著有多厚 即使去廟裡 欺負也是白去 念多少經書也是白念 因為負能量在阻擋 誰說都沒有用 只有他說了算 負能量氣場很濃的時候 你在裡面就會被他的次長影響 包括私立語言都會有問題 主 私立語言都會有問題 是什麼意思 好比說 當你應該要往對的方向走時 不知整理就會走到錯的地方 這就是因為負能量要讓你不好過 我遇過很多人以前個性活潑開朗 一旦被負能量包圍 就會變得憂鬱 天天想不開 看什麼都不順眼 因為負能量要讓你不好過 當你天天火燒功德 你常在看月 主 師 還有本身身體健康的 突然 來個意外 摔個膠 什麼都有可能 之後就後患無窮 因為被負能量鎖住了 當你了解負能量的運作機制時 對於人世界所有事情 還要不要那麼執著 是不是應該要自求多福 反求足跡呢 突 聽完導師的話 覺得人生軟軟數十函數 真的沒有什麼好計較 好生氣了 還是在有體力和能力時 趁早面對負能量比較重要 師 現在社會亂象很多 如果被負能量包圍時 你的感受都會不一樣 看什麼都不對 天天看這不順眼 那也不順眼 等到問題來了 正好順了負能量的意 讓你對他入座 這就是負能量 除 負能量在我們身上運作時 我們有選擇嗎 師 只能說yes 就如同你的那位朋友 不管年薪職位多高 負能量讓他交通 煮菜三個小時 現在或比指數又到勢 這意味著他的不破 已經到了地府了 除非發一個很大的怨 把他從地府拉回來 把他從地府拉回來 但一般人往往要等到這個時候 才參悔發怨 多數已經來不及 最後只能祝福他 徒 人總是健忘的 知道歸知道 一旦遇到事情 還是會習慣性抱怨 和指責外在的人事物 有什麼辦法讓自己停止抱怨呢 是 千萬記得 當你感到最近不太順卡卡的 那就是警訊 是非要非常留意 如果沒有在第一時間自我還行 還認為都是別人找你麻煩 那就要很小心了 所以平時要有警覺 有智慧審視自己分分秒秒的生活 反應有諸多不順 只能反求周極 如果一再抱怨 告訴跟別人訴訟自己的心情 或許你認為這才發現情緒 這就是一而再 再而三累積自己的負能量 讓幸福 幸運與此離自己越來越遠 請問導師 反求周極的意思就是 即使別人對我不好 也要反省自己 是不是哪裡出錯了嗎 這樣是不是很委屈嗎 吃怎麼會委屈呢 想想看 當你意識到有任何狀況不對時 該怎麼辦 怪別人 怪環境 有用嗎 這樣只是措施了修正自己 提升自己的機會 當然要反求周極 當之如以吃下去 雖然很難 驗下 我們可以調整自己的心態 再加上超級生命密碼系統 所叫的唱 唱款發願 或許事情就會有短期 否則如果自己在境界裡面迷思 搞不清楚狀況 甚至拿著油去救火 那就容易傷到自己 所以你認為 繞來繞去 與反求周極這兩種方法 哪要總對自己比較好呢 當然是反求周極最好的 師 不管是天下太平還是境界來歷 你一定要知道 這個大前提 心守不住時 後面做什麼都沒有用 所以負能量一旦佔據了你的身心裡 你還會幸福幸運嗎 我絕對不會 這也是我不斷強調的 有時想無時 末代無時想有時 就是這個道理 但是能不能夠完全理解這句話 就要看個人智慧 就像剛才的例子 這麼順利的人生 你跟他說要積極賠功力的 有可能得到的答案是 現在的工作太滿了 等退休後再去做善事吧 但人生短短數幾十年 負能量來著迷此 瞬間什麼都沒有了 這就是無常啊 主 我常常看到 有些人其實已經很幸福 卻還是願太連連 師 有時候人生要對比一下 一對比就可以看到太多 大多數 大多數人都是幸福的 但是為什麼還是有些人不幸福 或者已經存在幸福之中 卻沒有感受到 然後一直喪失幸福的可能機會呢 這還是歸咎於負能量的問題 所以看看別人想想自己 退步海或天空 很多事情就容易理解 也就能夠看開了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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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先唸到這邊 好 因為這 我覺得這幾個 我觉得这期的广东联解很重要 那真的这边有把它点出来 第一步要召喚幸福的一个关键是什么 大家有看到吗 祝福自己 然后 然后就是他这边有写说 那个我们要先 很重要的关键啊 也要先跟这个负能量 先有个和解这样 那这样才有机会能够过得幸福 就是一定要先跟负能量做一个和解这样 所以他这边有举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例子他在那个外餐公司 就是有一个朋友在那边上班 人生各方面都很顺遂这样 然后突然就一天开会的时候就倒下来这样 那这个又是交通接风时间 然后又没办法送医 历经三个小时才送医这样 所以就是立刻就昏迷了 那这个就昏迷指数是4 就很难救的回来这样 大家知道这个人后来会救回来 这个人 没有这个是已经两年线写的书了 后来好像听说是没有救回来 后来也是用很多方法 但是也是救不回来 这个例子其实就是老实在跟我们讲说 真的有时想无时 末代无时想有时 这个你如果没有先跟负能量做一个和解 有没有 你要等负能量来找你 你说 等他来找再说有没有 我就撑着嘛 那他来找你的时候有时候是封一下就 就再见了 所以这个我们真的都要位与筹谋了 那能够多累积一些得资料 那先跟负能量做一个和解 就多一些筹码 能够跟负能量能够顺顺利利共好共同这样 不然你到时候等他来找的时候 你说我赶快在应用书中的方法 有时候就难上加难 这个也是老师 老师一直在告诫我们的 那接下来我们想要邀请我们的家人 来跟我们分享 那首先想要邀请这个秋彩 秋彩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就是他这段时间的一些心得体悟 还有他 因为前阵子去拉斯维加斯 那也是回来之后能量满满 那么请他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我们鼓掌欢迎邱禅 感恩典礼 感恩导师 邱禅华家人大家晚安 晚安 谢谢 我是邱禅 我刚从拉斯维加斯回来 差不多六天 两天都是那个同学 同学 同学 那些还是有新朋友 我还是应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超马系统想的就是能量 然后就是正能量跟负能量 那我们其实如果身上正能量不多的话 那就是负能量很多 那要想办法把负能量降到最少 那超马里面有非常非常多法报 那有很多人如果说 那一定要去拉斯维加斯吗 其实没有一定 只是说 我们的工具有很多 今天如果我们有很多选择 我们可以坐火车 可以坐高铁 或者是说有火箭可以坐的时候 那我们的选择就是说 如果可以坐火箭 还是坐火箭比较快的 那去了拉斯维加斯回来 其实我是觉得 就能量很满 那那种感觉怎么说 真的是像 像我先生他之前说的就是 有一种飘飘欲蜥的感觉 就是你走路很轻盈这样 然后像 有时候我们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 我们走路就很沉重 那因为就是有很多担心 有很多压力 那你就觉得压力 就是就觉得那个 身体会觉得很沉重 那我这一次其实就是 我们这一团啊 其实五十几个人 里面只有部分的人 是没有实修的 所以说这一次教的内容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台湾这边有十三 其实有十三个人 这一次修到斯维加斯嘛 那我们其实有两台的小八 那我们都开玩笑的 讲说第一天的时候 就有看出 有没有实修有什么差别哦 就是有一台是 像我对LOSAC还有延正前 那我们这台就是 刚好有 都有实修实练的 那因为那天是大年出山啊 那其实那个 高速公路塞车塞的很很厉害 那前一天我们就有 跟那个司机就有 有联络的约了嘛 那司机跟我说 他隔天早上11点才来接 我们是下午3点的飞机 那我就跟他说 那可是那明天不是大年出山 不是会塞车吗 你为什么没有提早这样 然后他就说好好 那他会提早 他明天再通知我这样 那我想说那另外一步 因为他们同一家公司 应该也都是一样嘛 结果我就没有再去函凤哦 结果你知道吗 那一天 其实就是隔天啊 我那台车真的找了一个小时来 那我就觉得说 其实我也是还是担心会来不及啦 可是我不晓得另外一部车 他们更晚 那可是我那 罗小姐他们其实很顺很早就来了 那个 因为那个 我们这台车的那个司机 他也是就是他开的很好 他也规划的很好 那一直有那个导航 一直在想说哪边车流量太多什么的 那我们要出发的时候就有发现 就是有看到一个很吉祥的像 就是罗小姐他坐我旁边啊 大意上就出现一道彩虹 我都觉得好神奇哦 而且非常颜色正常亮的亮 那我们就很开心 我们在路上都一直在那边聊话 都很开心这样 然后开着开着啊 就发现真的大塞车 有塞 然后车子很多 可是我们的司机就这样绕来绕过去 一下子再一高一下子再二高 我们都没理会他 然后就很顺利的 还没三点我们就到这机场 结果你知道到了机场之后啊 因为大家都来自四面八方嘛 那我就赶快联络我们 另外那一车的台南的朋友 结果你知道吗 他们居然啊 哎已经三点了 他们居然还没到台中 然后我其实是这样子 我打了好几个人的电话 他们都不敢接 因为他们在路上 已经说吓要死了 因为那个 他们那个司机那时候 就是正在空谎飙车当中啊 然后我就 就其中有一个人他接了电话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们到底到哪里啊还没来 然后我就批批批批一直 结果其实他们是 后来事后了才知道说 因为他们那个车子 因为他们是太晚出发 他们是11点多都还在永康 还没有就是还没出发 然后后来事后就在 比方那个车子好几个人 因为他们是新加入 有几个人是新加入 所以他还没有死修 所以说我这样 我朋友在死修啊能量 能量长就是这样底下就看出来了 那再来就是我们去上课啊那第一堂老师是 给我们参用通嘛 那还有一堂课是给我们拔苦 那老师很细心哦 他每个人就是把他指下去 每个人都开始写这样 那我就想了想去 不然说我才写六个啊 你知道老师真的每一 就是一张一张这样回啊 一期中他很懂又拿出一张 他刚才就是那个领导马路写了23点 然后老师就说啊 我们这个这个先把我拔掉 因为这个回答到来的 已经都大家都没时间了这样 然后然后其实吼 我们有学员啊 因为我们有些人住在一起嘛 他们真的觉得 当你那个把那个单子 交出去的那一剎那 他们就开始觉得 苦已经有些被拔掉了 像我跟我住一起那个临京啊 他就是写23点的那一个啊 哦他在跟 因为我们拔苦拔了两天你知道 然后第一天我现在就觉得说 哎秋长就好像 我好像觉得有一些苦 没有那么苦的 然后后来我们要回来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哎很奇怪的 有一些他已经觉得就是 好像有些动物已经 已经没有了这样 然后后来我就有问了我先生 他说其实哦 你在就是写表老师老师看的那个当下 其实老师他就已经在帮你拨转这样 所以说如果有要去的人 然后真的还是想一下 想一下就是有什么哭 哦 早上姐有什么苦 需要你知道 有什么苦 需要帮你拔除一下子 然后 再来就是说 哎呦我 我其实觉得因为过年团嘛 那因为有家长带孩子去啦 他们当作是去玩耍 他们没有当作这次在休息 或是要紧紧的 然后所以说就跟老师近距离的接触 有很多机会这样 那我们做老师朋友就看 哦 但这皮肤 感觉都没有毛细孔耶 真的就觉得很夸张 可是我觉得其实是因为其中有一天 老师有讲说 他们有做咖啡排毒 那他说你如果常会什么那个 就是把那些毒素排干净的话 其实你的皮肤应该是会越来越好 然后就有一天啊 我会讲说老师真的是很平静 就是完全没有架子 然后他人也很低调又很谦非这样 因为我跟老师其实不熟 那一开始的时候那个 一起学姐竟然安排我说 坐老师旁边帮老师夹菜 那我就想说开什么玩笑 我跟他跟老师根本就不熟 而且我就这样很惶恐 那我一去的时候就先坐老师旁边 然后就也有点手足不错这样 然后结果就还是那个 引起解在帮他夹这样 然后可是到最后倒数第二天的时候 有一天我们在吃那个韩式烤肉 我就坐在老师旁边 我心里想说 我一定要好好来帮老师夹一下菜 然后就那因为那个韩式烤肉 你知道老师都让我吃得很浩昧 一餐都是本费 然后真的你就看觉得很丰盛 可是其实都吃不下 然后像那天那个韩式烤肉的时候 那老师就是那个都很多韩国帅哥 我以为是中国人 我本来跟他讲说 你去拿那个公块来 结果他听不懂 老师就说那个是韩国人 他就跟他讲 因为我们都叫他再去拿这样 然后就有准备很多公块啊 可是你知道老师他真的是 就是我们就在 因为学院都还是问老师问题嘛 他就回答回答当中 你知道那个就又忘了帮老师夹菜 老师还一直在帮我夹菜 还帮我倒茶 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会有一个老师 他真的这么平易近人 而且完全都没有价 然后坐在老师旁边啊 其实你也不需要问什么 就是因为那个量场很强 然后我想到我们这一团 因为可能是因为那个 那个日夜温差很大 再加上我们这一团 因为老的老小的小 所以很多人在生病 他们其实在台湾就生病了啦 然后到那边就在那边 未来未去这样子 那所以就是其实有时候就觉得自己快要 快要中标了 可是赶快坐在老师旁边之后 就完全一切就都好了 因为你就感染他那个气场很强 然后能量很强 然后所以坐到旁边 就一整个就是很舒服这样 所以说老师就是这样很平易近人 然后你知道我们回来 快要准备要拉车回来的时候 那个在车上又有做那直播嘛 然后那英奇学姐就讲了两个故事 大家就粉色都在那边哭来哭去 因为其实在老师 听说老师他之前有在做那个一堆咨询 然后可是其实好像是听说 我不知道多久以前 那有一个台湾学员 跟一个马来西亚学员 那这两个都是女生 然后其实都正好都是乳癌三期的患者 然后因为进来超级生病密码之后 他们就用老师的方法就是有忏悔 发愿他们有发大愿 然后就两个其实都有一段时间 他们是一度已经好了 但是其中一个台湾学员 后来又跟老师约了一堆一咨询 那当天的一堆一咨询 其实老师就是有劝他说 你自己曾经发过的事 曾经发过的愿 你一定要去旅行 而且不能够就是说 你不能说好了之后你又忘记 或是说你就没有再去继续去落实这些 你没有再继续实修实练 然后可是你知道吗 每个就是你知道世人很难改啊 就是我觉得的习性是很难改的 然后那一天的一堆一咨询啊 他就是还是他没有听进老师的给他的建议 他还是依照用他自己的方式 然后听说啊后来啊 你知道老师离开了那一堆一咨询之后 老师就说以后他都不要再做一 他都不要再做一堆一咨询了 因为后来这两个学员都往生了 那老师说他 我听那一期学员说 他说他知道这两个学员都往生的那时候啊 你知道老师他哭到不能自己 他用掉一整盒的面子 就是哭到一整盒的面子这样 然后这就是为什么老师后来他都不做一堆一咨询 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大家都很感动你知道 就觉得说怎么会有一个老师啊 他这么这么的愿意就是说为别人付出啊 只是因为学员有成就啊 就是为我们这么好 就无怨无悔的付出这样子啦 所以说我们其实就是去上去拉斯维加斯 回来除了说能量不能变得强之外啊 其实我们都也侧面的一直在观察老师 就是他的他的作人啊 真的就是像书里面 就是像其他学员看到的这样子 老师真的就是很有慈悲心 而且很有大爱 那我这边啊也是鼓励大家 如果有机会的话啊 我觉得你们真的应该要去 拉斯维加斯 因为去那边啊就是一个很繁华 然后像天堂一样 那我觉得我们超级生命力嘛 他教我们的修行方式是修正你自己的行为 可是你不需要那么苦 然后老师他每一餐啊 我点了真的一大堆 他就是要让你觉得有很喜乐 富足很丰盛的那个感觉 然后让你在体验这个的当下 你是去上课嘛 但是你体验这个生活 我觉得什么都去玩 什么最好吃的你都吃 就是然后让你把这些景象 这些印象这些风景 然后深深的印到你的那个 灵魂记忆体里面 然后让你自己从今以后啊 你灵魂记忆体里面的data 就是这么个喜乐富足 然后死后有没有 你就不要把那些很苦的那些 就是都忘掉把它抹去这样 然后你的人生就会渐渐的 因为当你的能量增强之后啊 你的心想四成的能力 你就会越来越强 然后你能量上来之后啊 你真的你就去体验 然后你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境就开始转成 真的喜乐富足丰盛喔 又美好 那所以我这边还有一声鼓励大家 我知道我下一期有很多学员要去啊 那接下来下半年多 7月8月9月都还会陆续有提示啊 那如果可以的话 真的应该要去体验一下 那当然前提是喔 我觉得还是要每天叫无法实修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自己个人啊 最近在一个就是步骤二 我们那个爱与感恩心法里面 我们是有一个蛮深的体验吧 因为前面的时候以前啊 一开始做那步骤一二三 都随便混一下 又觉得都暗色 这什么都看不见这样子啊 可是我在差不多一个月前啊 我就有引入到说 我们那个步骤二啊 你们真的听完老师的那个音档之后 自己再去做观想啊 最好最好啊 如果你要很快的进入状况 你真的要想一个很深入的主题 然后你对他做深层的 深层的爱跟感恩 比如说你就可以想说父母啊 或是找一个主题找父母啊 或是先生啊 或是孩子都可以啦 你就随便找一个主题 然后你很深入的 对这个人做感恩 然后你就仔细的一直去回想 这个人对你哪里好 对你比如说父母 他从小就是这样子 他生你啊 养你啊 可能花这么多钱 花了很多血泪啊什么 然后就一直去想 然后当中你就会 调动出你自己的那种感动 有没有 然后所以做这个爱与感恩 这个心法的时候 你的能量就会 那个天地的法流 他就会流到你身上 那你就会有感觉 那这样子的话 你全身就会发热 甚至像我做都会流满面 那你透过每天不断不断这样练习 当然最好你一直练到的就是说 我们渺渺都可以感恩 那这样子你的能量 你正能量很快就会上来 然后你生活境就是会转的很快 我这边祝福哥 我就分享到这边 非常感恩秋彩的分享 秋彩其实就是近距离的观察老师 所以就把这几篇 在阿世伯家诗的一些点点理念 跟大家讲 这就是这样 因为你当你修到一个能量场非常强的时候 有没有去 会让很多人就喜欢接近你这样 就是有正能量场这样 那反思 如果你自己觉得说 你笼罩在这个负能量场 这个氛围的时候 那你就很小心 那因为刚好我们就在倒底这一段 那这边有教我们说 你是怎样的情况下你是感觉到 你自己是笼罩在这个负能量场 你就觉得说 这个也不是很顺 那个也不是很顺 这样 那个感觉 就是说你的心情都受到影响 这样 心情都不快乐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 负能量场笼罩着 是不是 就是真的是这样 所以 一旦你察觉到这样的时候 那要怎么办呢 就要赶快提升自己的正能量 就要提升自己的正能量 那怎么提升呢 就是 就是 你当然书看 书了 赶快赶快看完 就是用刚才邱禅讲的方法 感恩 就是去感恩 你可以感恩的一切人事物 这样 因为感恩就是一种正能量的行为 所以只要你就是 心情不好 或是说你感觉到说你突然之后 你就赶快去感恩 看你就想到说 啊谁 就把他调动出来 赶快去感恩他这样 一直给他感恩 那感恩一个半个小时 你的能量场就会提升了 那你能量提升有没有 你就化解当下那个 负能量场的一个行为这样 那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 这个大家方法一定要把它学起来 就是你 你不断去感恩 感恩一个半个小时 你再比较看看 就是这个前后的差异这样 那尤其我知道大家 这个工作职场 是不是有很多的负能量 会不会有很多负能量 有 会有很多负能量 所以 你就是要随时让自己 有一直 用感恩的方式 有没有 去让自己能够提升 自己的正能量 那当然 听我们的歌 会不会也有正能量 会 也会有正能量 所以 这个歌曲有没有 如果说你能够 就是 当下你觉得心情不好 你又赶快把我们的歌播出来 其实 你自己的那个负能量 会慢慢的被消满 这样 那 当然最终 最终 就是说 我们真的要跟我们的负能量 做一个和解 那你一定要 跟你的负能量 就是忏悔 就发愿 这样 那这是必要的 那这个也是我们书中的方法有交 这样 那等一下继续念 有没有 也是会有提到这个 就是 你要怎么样来做唱 我们发愿 那在我们书本的第六章 也讲的很详细 这样 因为 你要幸福 有没有 你没有跟负能量 有一个和解 那你怎么幸福呢 真的会幸福不起 所以 导师才在这几个章节 就跟大家讲 这个 幸福的关键 就是第一步 一定要跟负能量 有一个和解 这样 那接下来 我们也想要请 邀请这个 冠军姐 来跟我们 大家分享 因为她这次也是 从这个 海南 她家住在海南去 路尔门附近 我想 那边应该也是塞车 应该 好不同一点 是突破个车阵 那能够到西影这边 跟大家一起共振 那我们也鼓掌欢迎 鼓掌 来跟您讲的 跟您说的 我们天地 感恩导师 导师好 线上的 超马家人 大家好 主持人好 现场的超马家人 大家晚安 我叫Rosa 那也叫冠军 那因为呢 我是住在阿南区 那个路我们的圣母庙旁边 那在礼拜六的时候 进出的有四十万个人 所以今天呢 没有 今天没有三车 所以一路停顺的到来 那也感谢袁真 也是都帮我开车 那刚刚一进来之后 认识我的人 就是Rosa Rosa姐 Rosa姐我就觉得好开心 你们认识我这个人 那这么一路走过来 你们也在观察我 因为呢 很多人就说我变得不一样 有没有 有 认识我的人 觉得我变得不一样 举手一下 让我看一下 还真的 谢谢你们 那不认识我的人 那不认识我的人 现在也开始认识 也可以观察一下 那今天呢 因为有新人啊 所以我要跟各位分享 刚刚那个导师呢 他有讲2019年是什么年 学学年 那在我们在草码里面呢 就好像是呢 你喝了一个安心的一个铁字了 对不对 对 为什么你在这个时间里面 你不要去追剧 你不要去做其他的事情 而愿意把时间放在这个地方 是因为这里有什么 能量嘛 对不对 那你能量越来越好的时候的前提 是 是因为你相信你来这边 你可以提升你的能量 有没有 那更可以提升你的能力成长 因为呢 呃我们从读书以来呢 我们拿了那个毕业证书以后呢 我们在以后呢 就很少有人会去读书 有没有 就你觉得你拿了那个毕业证书 就好像是读书了 就结束了 不再读书了 可是呢 我们现在呢 进到超级生命密码之后呢 你是不是非常的愿意来读书 那我们是在读能量的书 读让你灵命成长的书 例如像德国人的话呢 他们就是随时随地呢 手上都有一本书 那这样子的一个 丰富的一个知识呢 是在随时随地 那各位呢 你愿意把这个时间呢 来到现场去提升 你的灵命的书 你要不要祝福你自己 做一个最好的选择 有没有 好 为自己拍拍照 那我首先呢 要跟各位分享就是 在前两天呢 因为我的女儿的朋友 他有一段时间呢 没有跟我们联络了 那他都叫我爸妈 然后他觉得我不理他 那我不知道他出了事情 就是第一点就是 他的公公的心机梗塞 那第二个呢 也是他已经到 灵魂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来看这个案例是什么呢 各位如果你在操法很久 你会觉得是什么 是不是负能量的问题 是不是因果的问题 对不对 不管你做的 你自己的大理念 你认为你做得多好 你当这个问题来到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很傻眼 为什么为什么 你会有很多的什么疑问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的操法的学员跟家人 你会不会有这个疑问 你不会 因为你是不是知道因果最大 负能量来讨报了 有没有 所以我在协助这个案例呢 我就跟他讲说 你要来用爱跟反人 你要来学习唱尾花园 这是一个案例 那另外一个案例就是 我在跟人家沟通 我希望他们到基因会来的时候 今天我跟人家沟通 他就来告诉我说我很好啊 我先生说我活在当下啊 我的孩子孝顺啊 我的金钱也很OK啊 所以我现在就是要游走十方 好那我们看这个案例呢 我就跟他讲说 你现在的好 并不代表你会一辈子的好 对不对 各位有没有认同 那因为他没有记到超级生命密码 这个基因会里面 他会不会觉得说 他很安于他的目前现状 甚至他说我的老公跟我讲 只要活在当下就好了 有没有 那我们来看这样子的案例的话 他很满意 他这个情况是很多的世人 因为没有碰到事情 因为没有感受到那种苦 所以他会马上觉得说 我什么都很满意的 我什么都不需要 有没有 那各位当你记到超级生命密码之前 我发觉有很多的家里 是因为你心里的苦 你心里的苦来自于什么 你可能精神上的苦 有没有 你可能婚姻上的苦 身体的苦 还有呢 就是学业啊 婚姻啊 那个金钱啊 各方面的苦 他会引起你有吸引力 是因为你是不是想改变 有没有 那也就是说各位 你今天坐在这边 你真的想改变 那我希望就是各位真的是 不断的用心来好好学习 好好的练习 好好的去感受 那感受里面呢 很多人因为他没有走过 没有感受的时候 你在跟他讲什么有没有用 没有用 所以当我们到超级生命密码 来学习的时候呢 就是去看每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里面他为什么成功 他为什么没有成功 那我刚刚跟各位讲的 这两个案例有没有 是不是因为因果最大货能量的问题 对 那谁能够保证什么 所有的来自于自己的问题 是你要为你自己的保证 有没有 做保证量 你要怎么样在你的生命地土里面 去改写 就是你的data注入要怎样 不断的正能量有没有 不断的来 我们的机会来共振能量 对不对 好 那我要分享我到拉斯维加是 因为其实我 我跟颜真啊 我从我到拉斯维加是回来之后 我去发掘 这才是一个我们想要走的路 那这个路里面呢 很多人呢 他在诸多的考量 第一个就是什么 经济上的考量有没有 有没有 县长觉得经济上的考量 举手一下好不好 你们都没有这种考量啊 没有这种考量 我们就马上报 很多人像里面呢 我们就会第一个想法就是 经济上的考量对不对 那我要给各位建议 你要让你知道说 当你在营造你的生命的时候 你的生命的地土要改变 你最重要就是要了解你自己 你的需求在哪里 你要让自己怎么样去变好是不是 所以当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你的经济考量 会不会排在第2位 第3位第4位 会不会 会 回应一下 其实我在讲话 我都希望各位很轻松 来跟我做互动 因为这个时间呢 其实各位要把时间放在这边呢 我们在互动里面有没有 那是一个很祥和的感觉 那能量有 这能量它才会不断的加入 对不对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互动 会让这个 整个的心情都嗨起来 好不好 好 那我刚讲到哪里 对对对 那个就是第一个 就是你要有需求 你的需求在哪里 那我们来想这个问题 你的需求在哪里 你认识你多少 所以去那时回家世的人 是因为他 例如我来讲 我不要讲别人 因为例如我来讲 我是很喜欢这个追求领域的成长 很多人啊 他在做事情的时候呢 就是想到经济面 那如果你有迫切了需要的时候 你会不会去做突破 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 可以让你在未来的生命的地图里面 去不断的修正 不断的改善 而且你愿意因为透过这样去拉斯维加斯 回来的改变 想真正去分享利益人家 你会不会去做 对 对 对 那这就是需求的问题嘛 对不对 那需求的问题呢 要有攻击者来攻击嘛 对不对 我们正英文来讲 是一个supply demand 对不对 对 好 那今天恭喜者 他提供了拉斯维加斯的一个旅程嘛 那你说如果没有人来提提供这样子的旅程 就算是说你有经济面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没有 对 太棒了给自己掌声 我们很高兴 好 那我们再来谈就是 这个攻击者他提供了拉斯维加斯的一个机会 有没有 好 那机会呢还有就是什么 时间的考量对不对 对 速度的考量对不对 对 好 当你把这三个时间机会速度给他想清楚 我自己要为我自己的祝福在哪里的时候 那个答案有没有出来 有 怎么样 有出来是不是 有 现在大家是不是要马上去报拉斯维加斯 对 好 sorry 因为我们的三宴伴就只剩下三个名额 那我要跟各位分享一句 因为 今天公布 我也不接受报名 没有 今天把这个不代理三位了 好 没关系 我们暂时就这个问题来打住 继续 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旅程好不好 好 那因为呢 我去了拉斯维加斯三次呢 当时呢我是基于这样子的心态 所以我跟各位分享 那很多人呢 都就会来问 冠军跟年珍怎么会那么有钱 有没有 对 那其实答案不是这样 我没有解释 以为是啊 但是呢 我们攻击者 我们所认同的太阳圣的导师 他愿意 他愿意因为我们修为的渴望 而提供拉斯维加斯的旅程 是不是很宝贵 是 那各位有没有在 有没有想到这个部分啊 没有 没有 我有钱是我的事情 有没有 那我会开始 我会开始去想 我有什么 我想要什么 我什么的 有没有去想到对方的付出 没有 那为什么我们每次都会写感恩导师 感恩导师 然后呢导师提供的机会 我们竟然是没有去想过 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 没有 然后呢 在如果我下去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跟我讲 冠军你很厉害 我不厉害 你知道吗 我不是那种人 我是一个很真实的人 那我来看这件事情就是认为说 导师如果我们去拉斯维加斯 这个收获满满 那有一天他不开了呢 那就是有时想什么 无时 有没有套上了 有 然后你的要跟不要有没有 可以马上做决定 可以 没有我公公 我没有明儿也没有用 对不对 那以后这次去 去拉斯维加斯呢 我有跟那个导师呢 谈这个 拉斯维加斯的这个学员啊 他说大概有100个 他只能接受100个 那冠军来看这件事情就是 我要 我要让很多人去拉斯维加斯 是不是很简单 我只要刚刚我 我跟各位分享的 你去想这件事情 你是不是会有很多人 接受去拉斯维加斯什么 接受真的是要去 让你里面的成长 那各位要不要珍惜 要 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 我台中的一个家人啊 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说 你要来啊 你怎样怎样 他说他很想去 他在中午的时候 就去把那个什么信用卡办好了 然后呢我就打给英琪学姐 我说我这边啊 有台中的一个友人啊 然后他要去啊怎么样 那其实我很开心 开心的点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他相信我 第二个 修行路 你要让自己有没有不断的提升 那提升是你的用心度的一个真正的理由在哪里 你要很清楚 所以呢 我们那个炎珍老师讲说他就会跟 会跟 有没有 对 每次讲三十句里面 二十九句就是会跟 那我在前面 我在前面的这个位置 我要不要去想这个问题 因为有人会跟啊 那我要怎么办 我要去做 要跟不要 我要去做 有时想 无时 欸你们接的很好啊 掌声鼓励一下 你们 谢谢好吗 那为什么呢 我不要在这边现场在讲这样子 会越来越多的人呢 去拉斯维加斯回来 变得不一样了 那是不是以后呢 去拉斯维加斯呢 就会怎么样 限额有没有 那你们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你有没有去想到 我刚刚出桌的一个说辞的时候 然后自己去领域自己吗 为什么 当你的领域成长 你的能量越来越好的时候 你的进来的 因为你的吸引力 你的生命的地图 会不会马上很快的改变你 有没有 那各位有没有在网路公修里面 去看到导师有讲这个无形的信用卡 有没有 有 那我们是不是因果推因 那现在这个果是 在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 导师已经给我们了 有没有 那到拉斯维加斯 那更不用讲了嘛 所以呢 这样子的答案 就是什么 就是 你会越来越清楚 你去那边一次每一次都改变 你去那边每一次的改变 是因为 你这个无形的信用卡 不断的增多 然后呢 你做对了很多的事情 你在你的人生的生命地图里面 原来你可以让自己活得这么好 原来是真的可以这么简单 对不对 那今天我们是不是导读 布勇可以很简单 是 那各位又不要追求布勇 那我刚刚讲的一个诸多的习笔 有没有而已 看没有进来的人 有没有这个机会去到拉斯维加斯 没有 有机会 可是呢 跟我们在超马的去到拉斯维加斯 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我们 吸不消我们周边的人 不断的在执行里面出了事情跟状况 有没有 好 那我来跟各位讲 先帮助自己 先帮助自己 让自己不断的灵力成长 让自己不断的提升你的正能量 你才更有力道去帮助我们周边周边的人 你才能够有智慧的去看清楚 这个问题为什么在哪里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做 才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 那这是不是利益众生 是 讲到这边各位听懂吗 我在表达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的思维里面 我们合乎天心的一个正确的逻辑观 会影响我们在人生的生命过程里面 不断的不断的身心灵的一个均衡的状态 我说得很痴迷 我就很怕各位没有听清楚 我在讲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当你有这些想法的时候 你是不是你的生活 你的每一天你面对的家 你都会越来越清楚 都会越来越简单了 有没有 有 许多的一些像诸事种种的不圆满 会越变越圆满 是因为你选择 你要你下定决心 要让你的生命地土改变 改善修正自己 是不是 是 那我在这边呢 因为今天是元宵 刚刚我就一进来就有看到这个 枣子真的很好 那这个枣子在人家讲就是 就是什么 早生贵子嘛 有没有 那我也没有什么贵子 可以生了啦 那我在这边的期许 在一个新的年度 大家真的好好的计划 你在今年度里面的 2019年的执行年是 不是执行到你看到的 诸多的不顺遂 而是呢 对自己的 在自己的执行力方面 不断的检视自己 要求自己 做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让自己生命中 一切都圆满 好不好 好 祝福大家 谢谢 非常感谢Rosa姐 这么精彩的一个 跟我们的分享 也真的 这么坑锵有力的声音 有没有 真的把他讲出来 真的他的很多的逻辑观念 很多的想法 都是希望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 都是不是越来越好 是 真的是要越来越好 所以他才希望能够 透过他这个坑锵有力的声音 有没有 那让我们能够了解到 那真正的好在哪里 这样 所以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说明 才知道说 原来大思维教师的一个 这个经济团 有没有 真的是有他的用意 那导师也不是 以前 也不是说 一直都有在开 那是因为现在 正在看到大家 有诸多的一个需求 有没有 那才去开到这么多的款 那 那这个 学员 因为刚才讲说 秋长说这个 会波转有没有 那当然 我们去大思维教师 有没有 就是 跟导师有一个很好的姻缘 那我们也千里迢迢 到大思维教师去这样 那当然 导师当然会 应用他的一些 就是 接近他所能 来帮助我们这样 可是 那也建立在我们 到底自己有没有得资料 如果你自己 没有得资料 有没有 那导师 要帮助你可能 也没办法帮助你知道吗 因为 你还是要有得资料 那所以 累积得资料 就是我们 其实都非常重要 不管 不管 就是 身在何地何处 何时 所以 这个 得资料是一个过程 然后当然 这个会配合 这个 我们跟富人那样做一个忏悔 然后 房大院 那刚才 EOSA姐姐讲到说 这个2019年 执行年 那可能 这个 其他的人 可能 那些不善的人 他是往不好的方向执行 这样 可是我们在抄马里面 我们都是 善良人 那善良人 我们就是应该要 往好的方向 来运作 那你好的方向运作 那你好的方向运作 有没有 你就是要有 得资料 你累积越多得资料 你这样 就是 在这个跟天地的共振 运作之下 你这样会越来越棒 那我们 要让 大家累积得资料 其实我们 都有在办一些 发述的活动 那也有在 提供一些方法 能够让大家来 运作 那这就是我们在 休息的一环 我们 导师讲 如法实修 我们就讲内外双命 内外双命 内外双命 就是你内功 你要自己提升 那你外功 得资料的部分 你也是要努力 那搭配这样的方式 有没有 你自己才会 越来越提升 那我们也祝福 每一位家人 包含 刚才邱萨 还有洛萨姐 跟我们分享 祝他们都越来越幸福 那 接下来呢 我们想要再来邀请 这个其他家人 来跟我们分享 那再来邀请这个 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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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惟臣他 其实上礼拜 就一直要分享 不过我们上礼拜没时间 那我们 这礼拜来 丢给他分享 我们鼓掌 欢迎回座 导师好 导师好 FB前面的朋友集 不好意思 导师好 FB前面的朋友集 现场的学员 大家晚安 晚安 那个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过年期间发生的事情 距离现在应该快点回报 因为已经已经十五了 就是导师在过年前 最后一次网路奉休课的时候 有说过说 过年初一亚到初十五的时候 如果去发出节约 然后把那个 我们那个开运通报带 把它夹在那个 疗育权力的第二十四页的时候 那一页上面就是在讲说 让大家可以天天插头像 那而且还有就是 最少就是希望在这十五天以内 可以发五百本以上 就可以让今年的能量场 迅速累积 然后今年就会很设立 所以呢我就想说 我们要听导师的话 对不对 所以我就在大年初一的早上 九点半的时候呢 我就到我住家附近的一座庙里去 发书还有红包 那我就带了六十本书 还有跟反正就夹好了这样一整份 然后我就大概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就发完了 然后发完之后呢 我就回家做那个唱悔心法 那那天呢 我记得我在做唱悔心法的时候 还蛮有感受的 就是有流一些眼泪这样子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那时候的背景音乐呢 就是我是用那个注入彩虹 那个导师演唱的版本 然后做完心法之后呢 我就要出门去买东西了 因为我那天就是要去那个买水果啊 然后就是我去菜市场买水果的时候呢 就骑摩摩车的时候刚好经过一家那个彩卷堂 那一家彩卷堂是生意超级的好 因为那个玩呱呱乐是全民运动嘛 那我想说好了 那我下去参与一下好了 那时候我想说 可是我就买了一张200块的呱呱乐 然后我一刮呢 立刻就竟然中了2000块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觉得 然后我想说 那就是说小赌遗情嘛 就小赌一下就好 因为我的目标其实并不是玩瓜瓜乐 我是要去买水果的 然后想好就赶快去兑换 然后就走了 然后就到那个附近那个店面 就是两三间 再过去两三间那边 就有一间那个水果 因为那天大人出 其实没有很多人出来做生意 其实大概那一家也出来做生意 然后我就去买 然后买水果的时候 那个水果摊的老板娘 就只跟我说 哇隔壁那个生意好好好 然后我就说对啊 然后我刚刚只花200块 就买一张 然后就中了2000块 然后老板娘跟那个 他们的一个店员小姐 就立刻过来摸我你知道吗 就很像我们 我记得过年不是都会去庙里摸那个晶圆堡吗 就是那种感觉 然后我觉得我什么顿石变金圆堡 然后 然后就一直摸摸摸的时候 然后就买完那个 因为我那天是 我们家人叫我去买草莓 跟那个杂质 那我买回家的时候 然后我买回家的时候 我就回家了 然后到中午的时候 我想说 欸不对 我是不是应该利用这种机会 他们都觉得我好像是金圆堡 那我是不是应该去把书发给他们 然后所以我就想到这边的时候 我就赶快拿了两本聊一群衣 就是还有那个红包袋 如果赶快骑摸摸车再过去 还好他们还没有收摊回家 然后我就跟那个老板娘讲说 我跟你说 我就是看这本书 真的是我觉得 我就觉得 我好像越来有越多幸运的事情发生 然后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那次分享比较奇妙 就是说 就是说他们有看到没有发生一些事情 即使那个事情不是 并不是说一定要重义 这样子 所以他们觉得 你好像真的是有点幸运的感觉 然后他们 你看他们就觉得很棒 这种他们就觉得很棒了 然后我在跟他分享的时候 我觉得我 从以前发说到现在 我真的从来没有感受过 有人这么相信我 你知道吗 他们就真的很认真地听我讲 然后就说真的真的 然后他们就觉得拿到那个东西 好像是非常怎么 珍贵的东西 那我就说 我就是因为看了这本书 然后就变得真的 那个生活 都有一些越来越好的感觉 然后这个红包袋 你一定要把它 里面放一块钱 然后把它折一折 放在你的皮夹里面 因为这是开明红包袋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 那个眼睛真的是 一直就是 一直用怎么讲 很真诚的眼睛 看着我非常相信我讲的话 我就觉得我那天分享 我真的是 但是我都觉得真的是 该怎么讲的 这个是我从以前发素以来 从来没有一个人这么感觉 就让我觉得说 这么相信我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那天就体悟到说 其实我们真的是生活上 如果当下有发生一些 怎么说 就蛮幸运的事情 然后如果有机会 可以跟人家分享的时候 我觉得在那个当下 就是好像怎么讲 你有让他们看到 然后他们就会立刻 至少那个心门会打开 对我觉得他们就会 比较接受 你告诉他们的一些事情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非常感恩 微诚的分享 真的 你就是 眼睛得失掉 有个地方 正能量 这个 我们 就刚刚还跟大家讲的 天天插头香 那天好运跟着 你就 做一做 有没有 去 刮个热透 你也中两千 也蛮不错的 那所以 这个 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 所以 我们现在 就是说 在我们要累计得资料 有没有 我们去 发书 那这个是累计得资料一种 那也不见得说 一定要花钱 那我们现在是 也很鼓励大家去 发这个 聊会权利 有没有 是去发店家 发店家 店家 你可以跟他介绍这个 聊会权利 然后你可以 拿这个 我们这个太阳书签 那也可以 让他去刷 我们这个 APP 那其他可以听这个 有正能量的歌曲 那只要 他在做声音的同时 也去播这些歌曲 播着播着 他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好 就有顾客上 那因为我们 有在做这个实验 我们过年期间 就是 去 台南 有几个地方发书 那几个地方发书 他们做实验 真的 那就 那些店家看起来蛮善良的 他很愿意做实验 他就播了 他的声音就一直上来 他就跟我们说 那你在神奇 那也 那也 一直来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个可以 鼓励大家做实验 如果说你有 朋友 没有 或是有亲戚 他真的也在 就是做一些生意 那你可以拿这个书 拿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 拿它去 APP 刷条码 真的 他可以去播我们唱马的歌 这样 你可以任选一首 非常有正能量的歌 让它播 这样 播着播着 有没有 真的来实验看看这个 因为能量场的不同 有没有 是不是生意 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这样 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在跟他结缘 有一个很好的方式 那我们也希望在 西营地区 就是说 如果你这样跟很多店家结缘 如果在西营地区 有50个店家 有没有 这个 都在播我们超马的歌 然后他们生意都很好 那我相信 在我们这个 西营地区超马推广上 这个一定是非常有帮助 那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做个实验 好 那个 接下来我们想要来邀请这个 雅丽 雅丽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因为 雅丽其实前期是要分享 那刚好这因缘忌讳 有没有 要给她分享 就我们就没时间这样 那所以 我们这次也很欢迎她 来跟我们做个分享 我鼓掌好欢迎雅丽 老師好 各位超马家人 晚上好 我是雅丽 好 感恩天地 感恩导师 感恩太阳公公 今天要分享一下 我跟公婆 他们的关系转变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那个第一次 我先生带我回家见 那时候还是男朋友的时候 见对方的父母 第一个印象就很不好 他对我印象很好 我对他印象蛮不好 因为我那时候就年轻 他就爱我来了 他就爱怎么漂亮 然后他就对我的眼睫毛很有意见 然后我就想说 欸关你什么事 这个老外公的想法问老 我是当那时候没有说 可是他就觉得 因为不是我妈管我 我都干嘛 我妈都没管我了 然后后来就要结婚之前 我们也是有一个大的冲突 因为我先生也有一个过婚 我是他栽婚的对象 然后他爸爸妈妈就会觉得说 他有一次那个结婚的经验 所以我们再一次结婚就不要乎张 那我们那个照片就一张就好 我想说我不是偷家 然后还要去那个公正结婚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不开心 那时候就很大吵 我就跟他讲说 不然你嫁你嫁你带别人好了 好 那时候爸爸妈妈就问他说 我当然我嫁就是要带你了 后来结婚之后 这样你觉得这样活习会好吗 当然就不会好啊 然后我就是采取 就是还好我们没有住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分开住 然后一年大家回去个五次吧 然后就是父亲节 母亲节 然后那个生日 然后还有过年 还有就除夕那一天 而且那要除夕那一天 我都为了不想回去帮忙 我要跟我同事说 你刚才我选拔拜托 然后就这样过了好几年 自从去年加入超马之后 也是也可能是我自己的个性 其实也蛮大的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就是我从小就起床气 而且非常非常的大 我只要不管是谁 我爸爸妈妈怎么嫁 我也是这样子 我只要起来就 哦睡起来很不舒服 我就会骂大 破口大骂 我骂都骂是 然后有次我先生也很怕 因为他被骂过 你知道吗 有一次好像 那几年要有事起来 九点半 然后你知道他就不敢叫我 然后他就偷偷射闹 八点五十九分 然后就放在我的枕头旁面 然后花时间到 他就想了 所以以前我脾气真的也是很不好 不过我可能就是比较大辣辣 我会觉得说我没有做错什么事 也没有做坏事 所以我不觉得我这样有什么不对 然后这种加入超马之后啊 就是都会开始有做懺悔跟感恩 这个这段期间我真的有对我公公婆婆跟 就是跟小孩子都有懺悔跟感恩 先生一定要感恩的嘛 一起来加操嘛 然后然后就之后 其实我也不太早回去 也是很早回去 可是我发现在我 从我先天的嘴里发现 我公公婆婆对我的观感改变了 就是他们觉得 其实我好像也不错 我爸爸这句话是这样讲 我爸爸这句话是这样讲 我爸爸今天很快 这个很有韵力 所以 而且我看很大 我就是以前回去 就算一年回去两次 回去就是他说一句 我应一句 我都没在书 就是回家有疼就对了 然后后来就是 就是过年就是 好像要 那个我公公要讲这句话 前一天晚上 刚好也在跟我婆婆有点小便 那刚好那一天我就 我自己有吵那个意念 就有多很多 我就想说拿回去给爸妈这 那刚好他们在吵架的过程中 就端了那一碗 吵便回去 我跟你讲 心情马上变好 马上就不吵了 然后隔天我就变成很有负德的 所以我觉得 我真的觉得加入茶碗 真的让我转变其实还蛮大的 而且我先生也改变很多 下次如果有机会就分享 他跟小孩子的转变好了 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 非常感谢 真的 真的 他在分享 就是这种点点地区的改变 有没有 真的对我们印象很大 那以前也是 就是一个不爽 有没有 其实就造成很多关系紧张 那你关系紧张就是 当然就不会好 而且就隔阂可能就越来越深 然后从此就隔阂数十年 可是你当你慢慢的你有心 想要做一些化解 而且你用对方法 像我们刚才讲说在超马系统里面 就是我们的步骤一二三 你真心的应用有没有 你在心法里面做 对方受得到受不到 对方受得到 你不要以为说我这样做 好 虽然他是受得到 他虽然受得到有没有 他同时就是会跟你有些回应 这样 你们的互动就会越来越好 这样 就这个生活的静 就是关系就是不知不觉就改变 这样 而且会越变越好 这个姐姐想要有的一个 我就是有给你 就是我自己的感觉 好 那不然现在姐姐多分享一下 因为我是外省第二代 我是外省第二代 那我的公公婆婆是客家人 那可是阿嬷是什么 也是客家人 也是从大陆过来 可是他们很早期 很早期就来台湾了 他们都是讲国语 对 讲台语跟客家语 那我什么都不会 我是个外省小孩 什么都不会 到最后阿嬷说 他跟我鸡同鸭讲 其实我听得懂 可是我这个是叫不过来 那到最后就这样子磨磨磨磨磨了很多年 这个阿嬷他对我们家的 对我现在这个家族的人小孩都很照顾嘛 那我们想 因为我是外省第二代啊 我们就有这种家庭观念啊 长辈对我们很好 阿嬷很想问 我会回馈他嘛 那到最后我去阿嬷慢慢慢慢去接受我了 只是还是跟我说 啊你怎么会学台语啊 啊我说我有听懂 只是说我还不太顺 那等到阿嬷他 因为他活到九十岁 他各方面身体都很好 到时候是老人失智 然后就到安养月去住 不是说小孩不照顾他 因为他的媳妇都上班 没有办法让他在家里住 都去安养月 那我跟我先生就对他 每个礼拜还是有空就去看 有空就去看 有空就去看啊 弄到最后 他连他的女儿 那儿子来都去叫 就叫我的名字 真的很有差耶 对 因为我想说 如果我的婆婆那个时候 年轻要出去帮忙 那个时候公务员的心血 不是说很好 那我婆婆都会在外面工作 那家里面的小孩 都是我这个阿嬷帮忙带 帮忙做派洗衣干嘛 谢谢 你是不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有人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是觉得 因为我从小是在外省交流长大 然后我们又是个大眷村 然后我们又时常进出佛门 我们初一十五 佛爸爸他们都要进出那边 因为他们老一辈都是佛教嘛 那我其实我的生活 我从小就很单纯 是 好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我姓余啦 我本身姓余 叫余辰美 那不问我先生是民国七十四年 因为金融大东报 我们做生意 被香港的一些高笔店上岸 我们就失利了 到时候我们就收了 收了以后 我现在就在台子工作 那台子这两年就也收了 这样子 我做了将近三十年 好 你是音音姐的介绍 对对对 我们谢谢学习 好 好 好 感谢你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参加我们这里共振 应该可以吧 对我们今天因为小孩都播手了 好 是播手 好 好 好 没有 我觉得我们就是很幸福 因为你看听着共振 共振大家就有共鸣 你知道吗 因为就是很多人啊 他的故事有没有 真的就是 听他的故事好像也是在讲自己一样 你知道吗 对啊 你自己好像也就是有这种经历 那特别容易产生共鸣 那有这样共鸣有没有 人家怎么化解的 那我们是不是也会用同样的方法化解 可以啊 因为我们的方法就在书本里面 而且非常的简单 那其实大家一起做有没有 那我们这边在一起分享 其实能量场都会提升这样 那一提升有没有 你在做一些化解 就很容易化解 对啊 而且这个速度很快 因为 因为像刚才邱禅他分享的例子 有没有 因为他就自己已经化解了 那应该可能有生因果病嘛 癌症嘛 有化解 可是他就后来就 忘记了他应该要如法实修这样 那就没有照着做 那也没有跟着老师跟他提醒的方式来做 那结果他又回复他元朗的习气这样 那如果你一回复元朗的习气是 父女要你看到有没有 就没诚信 那是他就 整个又把你勒勒扣紧 那当然就没办法了这样 所以 我们这个系统 我们这些步骤都不是儿戏 都不是说 只上盘兵 只是看一看而已 我们这个都是很真实的 而可以是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面 是可以帮助你化解的 因为每一个人的体会有没有 都很重要这样 尤其是自己的体会有没有 是帮助自己成长的关键这样 所以我们每一个都要用心体会这样 这个 这边做一个市场调查 我们这个书看完的 还没有看完的几首 有还没有看完的吗 超马 超马 我们讲超马 还没有看好 没关系就是 因为都心来的朋友 那可能就 赶快把它看完这样 那 还没有在做心法的调查一下 举手了吗 有还没有在做心法 还是都有在做心法 还是不太会做心法的 还没 还没做心法 也没关系 因为 这个 这个有没有 其实 你举手也没有代表说怎么样 因为举手就是 就是 可能就是说我们要帮助你这样 我们让你能够越来越好这样 因为我们是 上次有讲 水涨船高 我们希望每一个都提升 每一个都受益 那我们这个 在超马里面的家人 有没有 大家都越来越幸福 那越来越幸福的关键有没有 就大家今天念到的 你要一定要跟父亲做一个和解 要不然要幸福 你不要跟父亲做和解 你要做心法 你是不是一定要看完 对不对 因为 其实每一个人 都会受益 像那个亚历有没有 亚历也不是一单只进来就 就是一直很努力在做 也是 也是花了一些时间 才进入状况 是吗 是的 你看 他真的 好 你再稍微来 跟你讲 我很爱看书 看这一本书 是你自己把它看完 每天大概 看个两天就睡着了 看个两天就睡着了 我想说 对啊 然后是因为秋彩一直过来 我说你给我看完 给我看完 我就给我这个 给我看完 看完之后 我就开始做那个心法 做完是真的 我觉得真的有很大的转变 虽然转变成 没像大家 其他人一样 因为我们其实 自己没什么不感的人 所以其实我们是最幸福的人 所以我们只要生活 越来越开心 越来越幸福 我就觉得好幸福 这样就很棒 但目前就 咕咕咕咕咕 咕咕咕 所以这种转变就真的很好 对啊 对啊 所以 所以必死规一定要好好看 好不好 有在看吗 还有每天都有在看 因为 雅力也是我们这个 发书组组长 因为他 要把我们安排 每一个礼拜的发书 这样 因为书发着发着 有没有 真的 你的得志量就不知不觉在累积了 那我们刚才讲说在累积店家有没有 也是可以 因为 我们心理地区有没有 就因为你的发书 因为你的善心愿的接力有没有 就是让很多店家都受益了 你说这样好不好 真的很好 如果你自己在做这个声音的 可能也会低积到你自己 那因为这一些做法有没有 那这一些 就是我们在一起的这些方式 都不会是太难的 所以 希望大家一起来 那因为这些时间的关系 到这边也差不多了 那我们鼓励大家 一定要勇于站出来 那勇于 勇于 勇于这个 努力多接引人 这样 那一定要如法实修 那各位 桌上都有遇到我们这个 一个DM 就是我们这个 爱与感的旌旗分享会 这边有4月21号 大家把这时间空下来 这样 在这个情地温宜惩罚 有看管 这一次我们台南 也这个 推出比较高规格的一个 那个饭店 希望能够多建议到更多 有缘的人 那我们一起来这边共振 这样 那这 时间是在4月21号下午 有点到5点 那欢迎 大家都带一些朋友来参加 那这个场地是 比较高级的场地 所以这个也很好这样 那翻过来这边就是我们的 在台南地区的所有基因会的一个 时间跟地点这样 那这个也欢迎大家 就是你的亲朋好友 都鼓励他们都参加这样 因为你要让人家受益 至少要让人家先受益 家自己嘛 家人先受益 所以这个部分 也都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 多多的 能够到自己的家人跟朋友 都能够受益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感恩大家 谢谢 谢谢